现在的人个个都很聪明 有些人很有修为 随着世间的轮回 新出生的孩子都很聪明 实际上这些孩子前世都是有修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现在给大家讲讲 忏悔两字 为什么要让大家忏悔 为什么忏悔后有消除孽障的效果 师父还说 以前在电台里常讲 如果要想消除孽障 首先是要念经 激活让其变成灵性 然后念小房子超度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心灵法门的法宝令我和先生平安吉祥 小外孙健康乖巧 师兄们大家好 现在我向大家分享我和家人身上发生的非常灵验的事情 分享一 法宝治愈旁 二十二百条鱼 许愿一百零八遍礼佛大忏悔文 只用了大约不到半个月就治好了我疼痛几年的膀胱炎 真是太高兴了 真的是法喜充满 感南无师家莫尼佛 感官式音菩萨 感师父 分享二 官式音菩萨慈悲保佑先生手术顺利 伤口无痛感 我先生治疮 去医院手术 手术前 我给先生狂念大悲咒 我告诉先生 自己念官式音菩萨圣号 手术非常顺利 回到病房里 其他两个治疮患者疼痛不止 忍不住的惨叫 后来打了止痛药 我先生没有疼痛感觉 医生说 疼痛就打止痛药吧 先生回答 不需要 感恩南无师家莫尼佛 感恩官式音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三 菩萨保佑宝宝开智慧 消灾吉祥 我的六岁小外孙 不听话 脾气暴躁 只要不满足他就耍驴 满地上打滚 哭 给家里大人整得焦头烂额 束手无策 这个孩子还有严重的鼻炎 皮肤病 前几天无缘无故地头晕 厌烦上学 我知道 所有这些 只有官式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能够解决 我就跪在菩萨前 请官式音菩萨 保佑我的外孙 消灾吉祥 平安顺利 消除孩子身上的业障 我又许愿给宝宝的药经者念诵二十一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一百二十条鱼 许愿给宝宝每天念诵二十一遍心经 坚持一个月 结果所有这些症状都没有了 还给我们一个健康乖巧的宝宝 家里人高兴得别提了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观式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们 我分享一下前段时间 妹妹梦到老母亲从楼上踩空摔下 妹妹知道这是菩萨提醒母亲有节 她赶紧帮母亲许愿放生四十九只甲鱼 一千两百条鱼 让母亲加强小房子给自己的药经者 我也许愿一千两百条鱼和一些小房子 今天上午 姐姐告诉妹妹说 母亲前天下楼梯 踩空一个台阶 身体前倾往门摔去 手受轻伤就淤青了 第二天就几乎没有大碍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式音菩萨 保佑母亲顺利过节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如果不是学佛 母亲快七十五岁了 哪里经得起这样一摔 师父告诉我们 要真信 要切愿 就是一定相信 南无观式音菩萨 一定会保佑我们 然后我们要去做 就是念经 许愿 放生 去改变我们的命运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式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在纽约 有一座帝国大厦 在台北 有一座星光摩天大楼 造的都很高 但这种大楼 要花三年的时间 打地基的工程 地基打好 用一年半的时间 万丈高楼就起来了 所以越高的大楼 地基也要稳固的基础 我们学博人 要想学得好 就是人格 本性 还有自己的业障 都要关注 我们的地基不好 我们何来到天上 见我们的观式音菩萨 所以地基稳固 我们才能修得高啊 很多人每天想成功 但是脚又不脚踏实地的去做 著名的作家林清玄 曾经说过 我是一个农夫的孩子 家里四代种地 每年只能有一次的收成 但是我们必须天天下地去工作 每日耕耘 中年到年终才会有收成 每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等电梯 就会有很多的人走楼梯上去 走楼梯虽然比较辛苦 反而比较快 有些人整天在等电梯 他们就犹如现在社会人 整天的在等着机会 而有些人一直在爬楼梯 等他们到了上面 把事情办好了 下了楼梯 看见楼梯电梯的门口 还有长长的队伍排在那里苦等 因为等电梯的人太多 机会对他们而言反而相对的就少了 同样的道理 放弃人生的电梯 成功 没有捷径 靠的是我们踏踏实实的学博 学博人没有捷径 从我做起 念经许愿放生 必须勤奋吃苦忍辱 这就是你的基础 这就是你学博的开始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但是 如果平时没有做功课 只念礼佛大忏悔文 是没有效果的 一定要以大悲咒和心经作为基础 在持诵礼佛大忏悔文前 必须要先求 大撒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某某某 帮助我某某某 忏悔消除过去生活中 所造的孽障 或消除我身体 某个病痛部位的孽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ehn协讨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ark cri seg 豹